Hello 大家好 又來到KOL的新聞 事緣是怎樣呢? 由於我在Facebook 看見一張圖 引用了一個Post 以下的東西我都是網上看的 如果裡面涉及到某些名字 你真的很介意我用你那張圖 你可以PM跟我說 事緣看到一張圖 原來香港有個女子電競隊PandaQ 即是之前Dia 那個 現在已經離開了 另外有個PDQ48 簡稱PandaQ 那是什麼呢? 就是香港電競團隊 大家知道 事緣是他的經理人 叫Small Red 細胞 我第一眼看完是細B 但看清楚一點 這個是細胞 可能如果你本身熟悉電競界 這個細胞好像是電競選手 退役之後 推役之後就成為了PDQ的經理人 那他做什麼呢? 他就開直播 據稱是想推廣電競介應點 即是他自己整齊直播 整齊香港女主播的二選一 他就說給網民選擇 最想哪個女主播跟你過夜 過夜的意思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不是上房下棋的那些 或者是1-1DSD 這個非常 即是這個 即是公眾人物 即是不是公眾人物 因為他是這個 PDQ48的經理人 對不對? 即是也是這個Dia的前經理人 現在現役的環球電競的細胞 開一個直播就是2-1 這個首先我自己也是一句 其實真的很老實說 有時候有些東西 即是男人的東西 大家都明白 但我覺得這東西其實我都不是什麼 正人君子或者什麼 但有時候有些東西涉及到某些 即是這些 不要說性 不要說去到性 其實這個真的可以當是性騷擾 老實說 我覺得算是性騷擾 即是你想想 假如你女主 被人這樣放照片上去 或者二選一隻女主 是過夜的 那樣 只要是你女主 一定不行 我當那個不是你女主 而是你認識的朋友 或者是你偶像 或者是你朋友 即是你朋友被人放上去 即是作為朋友看到你也不認識 那當時人怎麼看呢 首先他死不死 就引用了這個Rose Ma 可能我不知道為什麼 這個細胞覺得自己有個本事 可能他覺得自己的KOL界非常有這個影響力 那 那 他就說 有一張圖說 其實他覺得沒什麼 即是他這裡引用了都是網上看回 他就在這個聊天室回覆這個 即是他自己的PDQ48的Fans交流平台 有人要求他道歉的時候 那他就說 喂不是啊 只是開心而已 說笑 對吧 那你見那個聊天室反應也很好 那我想問一下 如果你那個直播有200個人看 200個人都是傻仔 那你200個人的傻仔的氣氛很好 那就代表你做這件事是對的 即是這些羅姊 那些三觀完全是不正的 即是他覺得只要反應好 就覺得這個直播是成功 但裏面做的內容 是不是一個正確的東西 他完全不需要理 即是在他的角度來說 說殺人放火也是天驚地熱 只要那個觀眾反應好就OK 那這些是傻的 說真的 其實有時候我真的不明白 其實一個成年人 我一向都不覺得自己是三觀正 但對比起其實你發覺 放眼這個網絡世界 其實真的有很多 很多有文字力有問題 或者精神有問題 即是這些這麼基本的 我原本以為這些很基本的東西 但你發覺上網看到有很多這些 真的低能 即是你 首先我本身已經不是一個女權主義者 我也不喜歡 但去到這些位置 我覺得你很明顯是過份 你二選一 可能你說選誰做女朋友 這個都勉強叫做沒有那麼過份 但你說過夜這個詞 真的涉及到這些 就是侵犯別人的問題 即是很多年前很多人都說 就算十幾年前 心美大哥在電台上 搞過你最想非禮的女藝人 後來都被人控告到要停咪 要道歉 然後之後心美也沒有再搞過這些 因為他都知道這些是不能碰的 你想想唐台電台DJ一哥 心美都要搞到這樣 喂大哥 真是有前居可鑑 而且這些的確是不能說的 你這麼喜歡說 你便拿你媽媽出來說 你想跟我媽媽的東西 應該怎樣 即是你拿別人說 首先 他就說 你看到一張圖 亦是五開 有人說是甚麼 相反 我亦都說明了 不需要上心 他真的好笑 這個人真的智力有問題 到這個地步 他說不用上心 現在你拿別人出來說 你叫別人不要上心 我擺明是串你 你不要太介意 我只是串你 我侮辱你 你為甚麼要介意 他說到叫人不要上心 這個人真的 這樣的人都可以做到經理人 我想問一下 其實 各位年輕人 其實讀書不用跳樓 說真的 有很多前途 你看這些人都可以做到 這些甚麼電競界的高層 經理人 說真的 你不用死 他這些智力 這麼三觀 這麼不正 智力有問題 都可以做到這些 大家年輕人 覺得這個世界很有希望 因為有很多工等著你 OK 繼續說 他就說 下星期同樣時間 召開直播 歡迎 不復來變 這傢伙真的 如果這樣 網民都可以接受到 我都對現在這個網絡社會 無話可說 好 另外 他就說 他就說 旗下 首先我們不要說Volk Smart OK 有些人就說 你讓你拿出來說 那些女生介意 他就說 旗下自己 PDQ48的 電競選手 表示不介意 我心想 你想想 假如你是她這個PDQ48的女電競選手 你可不可以說介意 那個是你經理 首先那個是你經理人 而且那個 某程度上 即是他在代表這間電競公司 對 即是如果那個女選手 走出來說 我介意 喂大哥你夠不夠僵 即是你打算 除非你打算不做 你會不會這樣當面 其實為什麼現在這些女生 被人被上司性騷擾 這麼難站出來說 即是除非你有決心 就真的不做 而且你都 即是你被人很尷尬 但是你這些事情要公開 要那個女生這樣出來 公開表示 說很介意 然後追究 其實真的很尷尬 說真的你男生被人非禮 你都不好意思說 即是打個比喻 即是說真的 大石雜死蟹 你哪個女生 夠膽走出來說 我很介意 我要求你道歉 喂 首先 如果這間PDQ 這個電競 不解僱這個經理人 即是說你以後 都仍然要對著這個經理人 這個經理人表面上跟你道歉 之後你的日子都一定不會好過 我相信 對不對 那你有沒有女生會出來說介意 夠不夠僵 所以這個就是白癡 根本 這個真是大石雜死蟹 即是你去問女生介不介意 誰敢說介意 我想問一下 對不對 好 然後另外Rosemar 就採你也傻 對不對 我又不是你旗下 我又不用看你臉色 馬上在自己的Facebook 就表示 即是引用並表示 不知所謂的經理人 即是說我很介意 這樣我很介意 對不對 即是你憑什麼拿我出來說 這樣 這個就是另一個受害人 最白癡的是什麼呢 另外Rosemar就馬上在他的社交平台發文 就說不知所謂的經理人 這個環球電競 我不知道誰負責留言 這個人很明顯是公關災難 Could you please write it in anguish I don't wish your child's story 即是明玩東西 大佬 你現在一個香港電競 你假裝什麼不懂得看中文 即是這個是一個好模 第一 是明玩東西 我就是吹呀 即是他的態度就是吹呀吹呀 吹咩 第二就是好無風度 首先 第三就是你現在什麼意思 即是你現在什麼意思 即是我不懂英文 現在你打英文 現在香港人的地方 你跟我打英文 是什麼意思 即是看不起我們本土人 你是否代表你 我想問一下 你是否代表這個環球電競發言 那是因為你是你的帳戶 你的社交平台 即是如果是的話 這個留言 是代表你們社交環球電競平台 說出來的 即是你們是否看不起我們香港人 看不起中文 看不起廣東話呢 對不對 即是作為一個官方的公司 的一個平台 你竟然是留些這樣的 低B留言 那我自己覺得這個 即是如果他們 即是這間公司 如果是有公關 那就一定要出來道歉 首先都不需要多說 即是一個小學生都知道道理 很明顯 因為這個 拿人出來過夜 這個 topic 已經是人都知道有問題 即是就算你今時今日 然後跟著 他事後的態度 只是在這裡這麼囂張 還有 不知悔改 即是你扮都要扮得很好 即是說sorry 他現在的態度 是不可一世 做囂張過我 簡單 即是你要在KOL界找一個 串過我的人都已經很難 對 他只是完全是 即是有時我自己知道自己理虧 我都會想想怎樣鬥 但他完全沒有想過鬥 他就是覺得是理直氣壯 他覺得這樣找兩條女出來 是比拼 即是選一個過夜 這些 他的理論就是直播氣氛很好 即是神經病 這些就是這樣 即是這件事的下文就是發展中 現在網上 據我所知都多人聲討 縱使是喜不喜歡WolfSmart 這件事 我覺得 即是環球電競公司那邊 是極度有問題的 我自己覺得是 我就希望他真是趕快 首先這個留言 我覺得是真的不行的 即是叫人用中文這些 這些是神經病的 你一個香港電競的一個平台 你英文扮甚麼 It's just loading 大哥 就是這樣 各位網民怎麼看呢 我想希望大家客觀一點點留言 縱然你不太喜歡WolfSmart 或者其他DR 怎樣也好 但以事論事來說 就這件事 我覺得他們那班女生是受害者 我不是想說蚊 你也知道我平時把口箭還賤 但這些 有時對錯是非對錯 大家要分明 現在最緊張 而且全世界都喜歡 很喜歡 就是這樣 這次事態發展之後會怎樣呢 我們再聲目以待 你要我猜 即是你叫我猜 事態 基本上你現在公關部 除了走出來道歉之外 是沒有任何拆解方法 而需不需要解僱這個經理人 理論上是要的 但如果那間公司覺得這個經理人真的有用 我覺得他也是 迫他出來道歉 好像安心事件一樣 開了記者會道歉 才隨便搞直播道歉 如果這間公司覺得這個經理人是有用 他就一定要補他 如果他覺得他沒有用 就直接 剪掉他 我覺得這個 如果他真的走到被炒了 他都很難在這一行蠟燭 最少在香港 我相信都 也是這樣 而且也是那句 香港的電競界 已經是這麼負面形象的情況下 你只要搞這個二選一選 即是這個二選一直播 到底這個你是在幫PDQ48宣傳 還是在做這個幫到忙 對吧 大家評一下自己 我們今次就 花生來到這裡 我們下次有什麼消息再見 拜拜 我們下次見